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将邀请杨教授介绍一些科学的皮肤护理方法 以及现在市面上比较热门的一些医美项目 那么在直播的最后十分钟 杨教授也会和大家进行互动 在线回答网友们提出的皮肤困扰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哦 如果有皮肤管理方面的疑问 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提问 好 杨教授 正如刚才所说 东春交替 人们比较容易出现许多皮肤问题 您能想跟我们介绍一下 正常皮肤状态是怎样的吗 好 那么我们想要了解皮肤 特别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皮肤的话 当然对自己的皮肤要有所了解 那么皮肤是人体的一个最大的器官 它是包在我们人体最外层最表面的这么一个保护器官 那么皮肤呢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它的厚度呢就像我们这个图示的 像一个豆腐块 或者是像一个夹层的一个蛋糕 它是分层的 那么这种分层指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从表面的角质层到透明层到颗粒层 再到下面的角质细胞 就是最大块的主体是角质细胞 还有基底细胞层 它们共同呢来组成了完整的一个细胞结构 但是并不是人体所有的部位都是五层 有些在薄的一些皮肤 可能就有三层四层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听您说了正常的这种皮肤状态 我想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为什么不同人之间的皮肤状态会有很大的差异 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我们的皮肤健康呢 是的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做医生有时候出门诊的时候 经常碰到很多求美者 或者是看皮肤问题的一些患者 总说你看我们同事朋友皮肤特别的好 我怎么就皮肤一点都不好 特别敏感 长期处于一个敏感状态 其实皮肤是结构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的皮肤在护理当中 是不是能够健康的护肤 那么我们的皮肤本身天生没有问题 那么在我们长期的日常生活中间 在我们的工作紧张之余 在我们的外界生活或者是社会活动中间 不知不觉的可能伤害到皮肤了 所以我们的皮肤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有些人在乎 有些人不在乎 那么出现了状况以后 如果你不在乎 一点一点的使皮肤进入了一个敏感状态 那么这时候就觉得 哎呀我的皮肤不好啊 我怎么样去挽救我的皮肤 所以皮肤的这种差异 其实就是积累的一个过程 你好你不好 这个都是有原因的 那么常见的一些很多的原因 就是我们一部分呢 是跟我们的护肤方式有关系 也有的人呢过度的护肤 有的人呢就觉得皮肤要洗 每天洗洗的也过度 还有的人呢说 哎呀你看我有点红血丝 我要不要上点药啊 哎呀我有些色斑 因为每个人出点色斑也是正常的 更何况我没有光老化 还有一些正常的 随着年轮的一个衰老 那么我们一点点的瑕疵都不可以有 有了我就上药 甚至上激素 那么这也是一种伤害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 你天天熬夜 睡眠质量差 或者生活不规律 或者我们的饮食结构上有点问题 还有我们的工作紧张 另外跟我们的情绪 还有我们是不是每天能补充足够的水分 等等的原因 当然了 要说起来是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皮肤的好坏跟我们这个四季 春夏秋冬都有关系 跟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也有关系 你在高原 你在一个棚地 结果是不一样的 整天就是风吹日晒 那么皮肤又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皮肤的那个好坏 受到了多方面的一个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大概是这样 看来护肤是一门大选 既要有保护皮肤健康的意识 也要正确护肤 杨教授 您刚才提到好的生活习惯 有利于维护皮肤健康 您能再具体跟我们讲讲吗 就是维持皮肤健康的一个好的习惯 是吧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呢 是不要过度的去作这个皮肤 当然这是打引号的一个作 那么这个作呢 就指的是我们过度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不良行为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热水洗脸 太多的热水洗脸 或者说是暴晒 或者说涂很厚的化妆品 或者说是我们有点点问题 就涂药品 还有就是上边我说到的一些 各种身体的状况 你休息不好啊 你要连续熬夜几天 可能别人看你说 哎呦 这两天看你气色不好 其实它都会反映在我们的面容上 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是不是有光泽度 是不是有气血 那么这些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的健康问题 所以要是细化的话 确确确实实跟我们的营养 饮食习惯 休息 就作息时间 工作紧张度 情绪 以及我们是不是科学护肤等等都有关系的 熬夜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的 熬夜对皮肤的伤害还是蛮大的 那另外饮食方面呢 比如辛辣的刺激或者是生冷的 这种对我们的皮肤状态也有影响 难道不能正常的就是吃辣 这个看怎么理解 就说我举例子 如果说你是四川地区来的人 从小到大都在吃辣椒 你说现在你皮肤不好 潮红敏感 你能不能不吃辣椒 这个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那么你只能说少吃一点 尽量不要过辣 如果你平常都不吃辣椒 皮肤本身已经出情况了 不太好 可是嘴又很馋 跟朋友们一起去吃火锅 连着几天吃辣火锅 你看皮肤上就冒痘 那么这种情况都属于说 身体出情况了 你激惹了它 皮肤就跟你耍脾气了 它就要出痘啊 冒油啊 出汗啊 我们知道吃辣的以后 它排汗呢 是吧 所以这些原因都是有的 所以我们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呢 我是觉得既要在乎它 但也不能过度的去在乎 这个在乎指的是 就是合情合理的 科学的绿色的一些呵护 那么你不在乎呢 就是说我也不好好洗脸 不清洁肤脂 另外皮肤里面油脂堆积 毛孔粗大 黑头粉刺 白头粉刺 甚至形成挫疮 挫疮以后呢 还没有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处理 那么这种挫疮可能久而久之 又会转变成毛囊炎 或者浓肿性的挫疮 一系列的带给我们的问题 那就很多了 所以都有个源头 我们这个源头呢 要从源头做起 要知道这个皮肤既很娇气 但又要很合情合理的去呵护它 你过度的激热它 去作它 那么这个皮肤是会耍脾气的 现在正值冬春交替 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皮肤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杨教授 冬冲季呢 是容易皮肤出现问题的 我们就说冬季吧 冬季呢 寒冷 气候寒冷 特别是干 还有一些风 冷风 那么如果我们暴露在外边的一些皮肤的话 很容易在冬季呢 受到一些冷气温的一些伤害 使我们表层的一些皮肤的血脉 不是那么畅通 另外如果严重的一些冷空气下 可能会造成一些冻伤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实际上呢 在春季的时候呢 除了冷和干以外 在春季呢 还是春秋 交际之际呢 我们的皮肤呢 为什么变得很敏感 它换季嘛 那么春天我们比如特别是花粉季节 开春以后的花粉都来了 很多人的皮肤就很敏感 是因为这个敏感 有些人就是可能是先天的皮肤敏感 但是绝大多数啊 都是我们的皮肤在长期护理中间 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皮肤变得敏感了 那么这时候一到换季的时候 它就承受不了了 比别人就要反应的多一点 那么就反应出来 一开春风大 另外一个花粉 甚至我们的空气污染 比如说雾霾 那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的健康 所以在春夏秋冬的交际的时候呢 我们要特别的一些注意一下皮肤 这时候呢 这个皮肤的抵抗力是处于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那比如出现了一些皮炎啊 过敏啊 搔氧症等 如何去那个处理啊 怎么 说到皮炎 过敏和搔氧 那么这是在皮肤科呢 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上都共性的 都有的问题 那么皮炎呢又分了有很多 可能我想今天我们想谈的是皮肤健康 更多的是皮肤的敏感 或者说皮肤的一个不耐受啊 就属于我们经常说的皮肤的屏障破坏了 前面讲到了皮肤是有一定的厚度 有层次 如果你的层次不完整啊 皮肤的屏障功能破坏了 长城断壁 那么它的抵抗力差了 这时候可能我们连护肤品呢 可能都承受不了了啊 有的人说我凉水洗脸都脸疼 我擦什么什么都都受不了 那么这时候抵抗力很差 所以就容易导致我们的皮肤呢 出现一些问题 我还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面部非常的油 毛孔粗大 属于油性肤质 那么久而久之在这个基础上 很容易形成止移性的皮炎 那么这种止移性的皮炎也叫皮炎 只是呢 它会因为油脂分泌旺盛以后 造成我们的皮肤上出现一些红斑 那么在油的情况下呢 我们皮肤常见的一些寄生菌 比如说有细菌 我们把它称为就是这个饼酸杆菌 或者错疮杆菌 有真菌 马拉色菌 有寄生虫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满虫 那么这几个微生物呢 在皮肤里面是正常寄生的 但是它们是吃油的 那么在油的环境里面 这三兄弟非常高兴 它就会作乱 它会过度的繁殖 在油的环境下来导致你的皮肤出现一些感染 就微生物的一个更多的一个繁殖 而导致你的皮肤的炎症 像毛囊炎啊 接种啊 在质疑性皮炎的基础上 所以这个还是要跟那个皮肤的微生态环境呢 要挂钩 明白了 好的 我们刚才听杨教授讲了一些关于皮肤健康的基础知识和常见皮肤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说说冬春换季时那些具体的皮肤问题了 很多朋友呢 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最近总是说脸上干燥脱皮 甚至毫不夸张的说呢 脸上下血 杨教授您能告诉我们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吗 这种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听上去还是有点 挺有点严重 而且会给很多的年轻人带来很多困惑 我们讲呢 皮肤出现这些问题呢 其实是积累的一个过程 那么积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特别是从医学术语上来讲的话 是皮肤的屏障功能有障碍了 那么受损了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皮肤会出现湿水丢失 筋皮的丢水过渡 出现不耐受 出现容易过敏 或者是出现红血丝 还有一些皮疹 还有皮疹呢 还有过度的角化 角化以后皮肤一干过度角化 就起皮 我们说的像雪花一样啊 起皮 另外就是干燥性的一个搔痒 那么特别是在冬冲季 这个现象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也把它统称为 是皮肤屏障综合针 就是皮肤敏感综合针 那么这是一组的疾病 泛红 就潮红 搔痒 起皮 红血丝 暴痘 就是其他的 更多的一些问题 这一组的疾病 那么在这种敏感肌肤综合针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多年轻人呢 这个情绪 伴随着我们的皮肤屏障的功能的 这个反应 也会有些波动 也就是说这个季节焦虑 担心自己的皮肤会不会每况愈下 我的皮肤健康 谁来挽救 等等 他就想的比较多 所以呢 往往就是越焦虑 越去过度的去呵护 自己擅自的去抹很多的一些产品 或者说药物 造成皮肤呢 就承受不了 或者是每况愈下 那么会使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呢 进一步的受到损害 所以这个这些症状 包括搔痒 都是一组疾病 那么脸干爱脱皮的人 在平时他在洗脸上有什么讲究呢 这种如果说是皮肤屏障受损 所造成的一个 这个皮肤的一个敏感 脱泻 干燥 我觉得还是应该 注意皮肤的一个保湿 或者养护 首先呢 还是建议 看一看专科的医生 皮肤专科医生 我们做做皮肤性质的一个分析 检查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抓主要矛盾 那么可以去解决 如果密油过多 我们可以清理油 如果说毛孔堵塞 我们可以做做清理毛孔的一些 一个治疗 那么如果缺水 当然了 我们有一些补水的一些治疗 也可以居家的去用一点 补水的一些方式 比如补水喷雾 活泉水呀 或者含有透明脂酸 含有天然的这个保湿因子的一些 护肤水呢 来喷雾 当然洗脸也要很讲究 不能用太烫的水 也不能就完全是冰水 最好是冷热交替 同时呢 建议大家呢 不要用毛巾来直接搓脸 你的皮肤已经受到伤害 你说我起皮了 我一定把它搓下来 这一定是污垢 这个错了 那么皮肤的角质层很宝贵 最早我们在护肤上做美容的时候 来了这个求美者说 哎呀 一看这个皮肤上全是皮 挺厚的 脏兮兮的 脚化也过度了 好吧 我们来打磨吧 是吧 我们给它吸磨砂 中磨砂 打磨 那现在呢 更多的是我们的皮肤压健康 是处于一个敏感状态 大部分的一些问题皮肤的皮肤都变薄了 所以怎么样去把这个皮肤养护的厚一点 让它对外界呢 有一定的抵抗力 你才能够承受 你想要用的一些护肤品啊 或者一些解决面部问题的一些治疗 比如说我有红血丝 我想把它去掉 我们有很多去红血丝的方法 包括激光光电 但是问题是你能承受吗 皮肤先要修护 修护到抵抗力比较强 它能够接受这个治疗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效果 会不会是一加一大于二呢 所以说皮肤的这个护理呢 不能说过度的担忧 或者是过度的擦点什么 就能够解决问题 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理念在里面 好的 听完您的介绍呢 我想很多朋友都需要改一改自己的护肤习惯了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干燥脱皮的问题 还有很多人呢在冬季容易出现皮炎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 其实冬季的皮炎呢 是一个冬季的特点 不单一是冬季 那么我们春季有春季的皮炎 过敏性皮炎 那个夏天呢 有一些日晒伤或者日晒性的皮炎 或者说叫光明性的皮炎 所以它是按照季节来走的 冬季的这个主要是皮肤抵抗力下降 寒冷 还有干燥缺水 等所造成的一些 应该都是一个一过性的 可纠正的一些皮炎 不用过度的太担心 在医生的指导下呢 进行一个科学的护肤和保养 应该都没有问题 不可以自己在家里面买点药抹一抹 或者是 我不太建议就是出现皮肤问题的时候呢 自己在网上看一看 然后就自己当医生 自己给自己调理 当然也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外大正着 用了以后挺好 但是真的是如果皮肤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大家呢 看皮肤专科 在医生指导下呢 去进行一个治疗 或者是科学的护肤 这样呢能够节省一些时间 不要叠加一些重复性的一些伤害 好的 那我们说完了皮肤干燥的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再聊一聊很多朋友面临的皮肤搔痒 过敏的问题 杨教授 那个冬春换季呢 尤其是到春天 为什么皮肤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 皮肤过敏 或者皮肤变得敏感 其实它的主要的表现之一呢 就是皮肤搔痒 那么搔痒的时候 我们不自觉的就去抓它 甚至呢 可以造成一个搔抓以后的一个皮炎 那么我们有时候想呢 就是你越痒越抓 越抓越痒 最后就说不住了 实际上能止住痒 不抓 可能这个皮肤呢 很快也就也就好了 主要还是要找原因 找到原因 如果说我们能够保暖 能够补水 能够正确的护肤 那么生活规律 我觉得这个皮肤 它是有很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的 给它一个机会 给皮肤一个喘息之际 它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它进行自我调整 它有一定的抵抗力 但是你一点都不给它机会 是吧 天天给它负担 给它负担 过度的这个负担 实际上对皮肤是一种伤害 我也听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少即是多 那是不是 如果是你现在皮肤过敏了 那你就要少用一点护肤品 那补水是不是要 首先要足够呢 嗯 是的 这个补水呢 也是要内外肩补 我们指的补水呢 并不是说我喝多少水 我就每天每天喝水 或者我就每天泡在水潭里面 我这个皮肤就能好 那恰恰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补水要补充机体的正常的 一定量的一个水分 帮助机体来进行一个代谢 在代谢的过程中间 它也会增加皮肤的代谢 增强皮肤的抵抗力 同时呢 我们皮肤在受到外界的干燥啊 或者说气温的变化的影响 那么使我们的皮肤 薄层的皮肤也会脱水 会丢失一些水分 特别是沙漠地带 那么它会空气非常干燥的时候 皮肤里的水分是向外蒸发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及时的补充水分 一定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呢跟缺水是直接有关系的 所以皮肤的一个保湿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冬天 那么我建议在冬天的时候 你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居家 居住的地方 如果家里的这个湿度不够 太干的话 特别是有暖气呀 红外线烤炉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睡一晚上这个皮肤都在蒸发 都在散热 都在散啊 就是这个水 丢失水分 那么能不能够在家里呢 放点加湿器啊 能够使房间里面有一定的湿度 说房间小加湿器放不下 可以在家里面 比如说有鱼缸啊 养个鱼啊 或者养点花呀 也可以放一点 简易的放一些水瓶啊 给它像那个我们矿泉水瓶啊 给它喝完了以后 把它剪开以后 里面盛点水 干净的水 可以沿着这个房间的墙角啊 去放一点 或者是一般的一个水罐水棚 这样增加一定的湿度 那么就会使我们的皮肤呢 能够喝点水 就会好一些 那对于皮肤敏感的人 你有哪些建议呢 皮肤敏感呢 那我还是建议呢 就是到皮肤专科去 在医生指导下看一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皮肤敏感 过度的皮肤敏感 还需要做些皮肤的一个检测 比如说过敏源的检测 你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春季到了花粉季节 很多人都过敏 那么这种过敏都跟花粉有关系 也有的人呢 是比如学生比较多 就住集体宿舍上下铺 一扫床满屋子都是粉尘 这种沉满过敏也挺厉害 所以呢 要找找原因 把这个原因呢 纠正了 大半来说的话 这个皮肤会向着好的方向去变化 那杨教授 在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 一定见过不少皮肤 骚扰或过敏的患者 有一些错误的做法 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就是哪些能让我们避开避可 是的 就是一个是骚痒 一个是过敏 是吧 那么咱们先说骚痒 比如说皮肤骚痒 越痒我越抓 越抓越痒 所以这个皮肤骚痒呢 还是要找找原因 骚痒不是一个皮肤病 它是一个皮肤的症状 就是任何的一些疾病 表现在皮肤上的时候 它都可以引起皮肤的骚痒 也就换句话说 皮肤骚痒是皮肤病里的主要症状之一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除病因 那么这个痒呢 就能好很多 比如说糖尿病 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 往往也会皮肤骚痒 长期大便 干燥 或者是便秘 假抗 还有肝脏功能不好 消化道 胃肠道不好 有时候也会表现为皮肤骚痒 所以它骚痒是一个症状 是它反映了肌体的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表现在皮肤上的 所以对这个问题来讲 我们觉得骚痒还是要找原因 另外如果出现骚痒的时候 不要有些错误的做法 比如说我越痒我就越抓 或者越痒我就愿意洗澡 我一洗完澡就比较好 就好像止痒了 而且还喜欢用烫水 用非常热的水系 觉得越痒越烫一烫 舒服 但是洗完了以后 可能会更痒 因为在热水 过度的水洗的时候 它会把皮肤的屏障破坏 特别是油脂 油脂就会减少 那么皮肤会出现干的一些症状 会加剧 这样的话就会干燥的基础上 骚痒就更重了 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我们说老年人 皮肤薄 松垂 皮下的这个脂肪 也都减少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皮肤本身的 密油的功能也减少了 皮肤表面的一些生理环境 也不是特别正常 比如说酸碱平衡 水油平衡都紊乱 那么这种情况下 老年人也喜欢用一些热水 去洗皮肤 那么过度的这种热 也伤害这个皮肤 所以这个在搔痒上面 我们可能要注意 当然严重的一些搔痒 还是在医生指导下 看怎么样去治疗 去止痒 必要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些口服的药 那么说到前面一个过敏 我觉得过敏状态就是 只要纠正了过敏源 抓住了主要的毛洞 解决了 这个过敏现象 是逐步逐步就可以恢复的 那么严重的过敏现象 可能需要在医生指导下 要服些药 当然也有外途的一些抗敏的一些药物 好的 杨教授 我们都知道您在光电类皮肤美容修复领域造译很深 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医美项目确实很火 相关的行业也是飞速发展 那么今天请您谈谈一些医美的问题 首先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医美项目非常多 名字也都很高大上 热马级 超声炮等等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哪些常用的光电皮肤 那个医美项目有哪些吗 从原理上大致可以分哪几类呢 对 这个问题呢 既好也不好 好是因为大家关注度高 不好是因为它难以说清楚 是因为它是一大类 我们说的光电的美容 或者光电的一个护肤 它是一组 是一组的光电 那么光声电 激光 声 是超声 还有呢 电呢 一些像热马级啊 就射瓶类的 它都是电 那么每一类里面又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仪器和设备 就拿激光来讲的话 是很复杂的 激光我们要在皮肤上首先说解决什么问题 你是黑还是红还是棕色还是黄鹤 黄鹤斑 那么什么问题就要针对性的用什么样的激光 激光是有波长的 有长有短 或者说有些激光是专门打红的 有些激光是专门打黑的 那么扫黄打黑你要打什么 应该说目标要明确 可能作为求美者来讲 他比较盲从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把控 怎么样做什么 那么更多的是看到网上啊 或者宣传中间啊 有什么样的一些所谓你说的高大上的一些词 那么我们就追这个词 追这个心 比如现在我们经常比较热门的 像说做水光啊 做热麻吉啊 做墙脉冲光啊 就是这些光电之类的 还有呢像做超声炮 其实这些呢 它都是一个一个代名词 真正的这个设备 它是一个比如说你是聚焦超声 就是聚焦超声啊 是聚焦射频 就我们想说的热拉提 它其实就是个聚焦射频 只是大家在炒作中间 把这个一个比较容易记的一个名词 把它拿出来做宣传 然后逐渐逐渐流传开来 大家觉得哦 好像做个什么超声炮 是不是就是做光电 其实这是冰山一角 我觉得比较复杂 我倒建议呢 就是没有办法从短的时间内 给大家呢解析清楚激光光电的一个原理 但是我可以建议大家呢 多看医生啊 在医生的指导下 看根据我们的诉讼要求 根据我们的皮肤性质检查 看你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你如果说以红血丝为主 好我们有激光专门是吸收红的这一部分 针对血管的 那么这一部分的激光光电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退红的治疗 那么你脸上是缺斑很多 色斑很多 那么就主要打黑 但是这个黑的东西还要看它的深浅 如果是非常浅的 我们可能用激光 比如532的波长 中等的我们用755 694 再深的有一些斑 很深的一些斑 我们可能就运到1064的波长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说简单的来讲呢 是只能形象的比喻 如果一台一台都给大家讲清楚 这个激光的原理呢 这一点时间显然是不够的 我倒觉得大家一知半解 但是可以看看王东西 也可以更多的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根据自己的诉讼要求 去选择激光的一些治疗 应该讲我们过去皮肤的问题 更多的是抹药 现在皮肤的问题 更多的是靠物理治疗 这种物理治疗就是修复 补水 补营养 还有激光光电 甚至更多一点的像微创 微创整形 还有整形外科手术等等 这些一共合在一起 来解决我们的皮肤的一些问题 除了皮肤疾病之外的 一些皮肤的一些求美的一些问题 那么基本上都能够涵盖在内了 那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去选择这些机构呢 因为市面上也有挺多 每每是某某美容中心 某某抗衰中心 这种 大家是不是容易 那个 污入一些不太好的那种机构 主持人问的问题也是很犀利 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说我们究竟怎么样选机构 怎么样去选医生 盲从性比较大 就是我感觉 咱们一些求美者 从我平常的门诊接触中间 差不多都是出了问题 不科学的一些治疗 或者是护肤之后又出了问题 然后才来找我们 那么我感觉的这个 正规的医疗机构很重要 当然这里也包括公立的和民营的 只要是正规的医疗机构 那么它就会给到你一个科学的 护肤的一个指导 或者是治疗上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 那么我不太主张这种盲从性 在医美的这个领域里边 这个盲从性是很高的 大家一蜂窝似的 跟着广告 跟着这个所谓的一些名词 或者高大上的热门的名词去追 其实会误入歧途 因为并不是一个机器 适合所有的皮肤问题 也不是所有的皮肤问题 一个技术就能够解决的 它是一个综合的技术手段 通过医生指导下 通过科学的一些护肤问题 去一层一层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一般来说 皮肤的这些问题 都会逐步的因人而解 所以还是要选一些 有资质的机构 然后请有资质的医护人员 来为大家进行医美项目 对对这个问题呢 我倒觉得就算是有资质 我个人的感受 仅代表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吧 个人的观点 就是即便就是有资质 有一些小的诊所 或者说不太正规的诊所 它有资质 但是它在行医过程中间 变数很大 比如它是不是缺医 是不是缺技术 是不是能够给到你一个科学护肤 或者是以 你这个从求美者的这个利益去出发 它也许 也许可能有别的一些目的 这样的话会把你引进去 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 特别小的诊所 也不是说人家没有症 也有症 但是在这个行医过程中间 在医美的过程中间 就出了问题了 可能会给求美者带来一些麻烦 所以我倒觉得 咱们除了正规的机构以外 还需要多个心眼 要看一看医生的自治 看看医生的行医的这个经历 另外自己去感受一下 不要太盲从了 一说做什么就立马就去做 咱们不差钱 不是这个问题 应该说皮肤是你的 面子工程也是你的 你怎么样去小心翼翼的去呵护 完全是可以把握住的 好的明白了 那对于冬春换季的皮肤干燥问题 有哪些医美项目可以帮忙改善吗 那你指的是冬春的干季干燥 对这个可以做一些补水吧 我就觉得补水是个最主要的 如果说这个补水补到的话 使我们的皮肤的抵抗力强一点的话 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不是太复杂吧 或者说还是在我们的皮肤检查 在医生指导下给你做个引导 做个指导来进行一个护肤 特别强调就是用一些保湿剂 一些护肤里面含有一些像 透明脂酸啊 还有一些保湿因子啊 这些来用一用 可能会对皮肤会好一些 那现在还有一些医美项目 能够去搬去扒去痘 对于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 应该如何选择呢 比如有皮苗啊 超皮苗啊 光子啊 这种是不同的项目 可以解决不同的问题 这个也有点复杂 因为还是要根据你的诉讼要求 你是去搬还是去痘 还是去坑 就拿挫疮来讲 那么挫疮早期发生的时候是炎症 我们看到的是一颗痘痘 一个痘痘是吧 都是红色的秋枕 那么这时候肯定需要看医生 来进行痘痘的一个治疗了 那到了中期以后 有痘痘下去了 他又有问题 说我层出不群 我下去一批又起一批 那么这个也是要在医生指导下 去给他一个合理的建议 也许治疗的方法不得当 也许是我们造成痘痘的一些原因 并没有去除 另外痘痘之后呢 有红印记 还有一些痘坑出现了 我经常碰到一些年轻人说 哎呀医生你在最短的时间能够赶紧的给我 把痘痘痘坑都给我去掉 我可能下个月我就要订婚了 我又有大的一个仪式啊 等等我要去露脸了 或者我平常的工作就是跟别人 要面对面的要见面 我每天都在化妆 我不化妆我都没法去工作 像这种情况下 他痘痘都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加重 那么我们想呢 还是要根据他的诉讼要求来解决 首先是把炎症控制住 痘痘是一个皮肤的一个 以毛囊为主的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疾病 也叫青春期的一个 好发的一个一组疾病 是很大的一个群体 那么在痘痘之后的那些 带来的那些问题 我们现在的激光光电 还是能够解决的 有退红的 有解决你的坑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不要盲从的去选择 你说皮苗皮苗是打黑的 但它并不能够特别明显的去坑 你说你的红血丝 我用皮苗皮苗 在红血丝上并不占优势 所以每个激光它有它的专长 所以我们不能根据 网上看到的那个热敏词 来决定我能做什么 总之还是科学的 理性的去选择这些治疗 那抗衰是不是越早越好呢 也不一定对 抗衰老人应该说 我们随着年轮的增长 没有人能够抵御衰老的 所有的人可能都要走向衰老 只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 在年轮中间 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些护肤 健康护肤的一些理念 用一些健康护肤的一些措施 它可能就烦恼少一些 那么这种衰老就来得慢一些 但是已经有的一些衰老 我们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 抗衰老的一些医美的方式 比如说做点透明子酸的一个水光的注射 或者说营养剂胶原蛋白 特别是三型胶原蛋白的一些注射 还有一些严重的问题 在医生指导下做一些微诊型 还有呢 那么抗衰老的 还有一些手术的抗衰老 我觉得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医学的一些术语 可能大众呢 一下子都不太了解 那么根据网上的东西 并不见得完全适合你 所以科学的护肤 其实就是一种抗衰老的理念 那么对于已经出现的皱纹 如何去选择一枚项目 您说的是 就是如何去做能够除皱 除皱 除皱的话 现在如果是到像皮肤科 激光光电这边来做除皱的话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分析 看看你的皱纹 是什么样的一个皱纹 比如说是属于下面部的一个皱纹 可能我们有一些时候 要做一些提拉 面颊部的一些提拉 比如说做一些聚焦射屏 它会有个提拉的效果 如果说你是上面部的眼周 眼周的很多很多的皱纹 包括额头的一些皱纹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比如说打一些大家熟悉的热毒毒素 还有呢 有些营养剂的天冲 胶原蛋白的一些天冲等等 还有我们最熟悉的热门词 水光的治疗 全面部的水光的治疗 当然了 要严重的一些松垂和下垂 那我们可能还要通过一些手术的方式 那么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 这些都是属于后天性的来补的 补给和解决问题的 我觉得有些皱纹呢 是动态皱纹 一笑有表情 那么有些人说我不笑了 我以后不笑了 这样是不是就不产生皱纹 其实表情肌靠肌肉群来控制了 它久而久之一定是会形成一些痕迹 那么这些痕迹就表现在脸上就是皱纹 但是动态的这些皱纹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 让这个动态的皱纹能够静态 不要让它老动 这样延缓它皱纹的一个产生 那么已经形成的一些静态皱纹 那只有靠天充了 我们说的一些铜脂酸 胶原蛋白 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营养剂的一些天充 来去改善吧 达到一定的一个简单皱纹的一个效果 特别特别浅的一些小肝纹 细纹跟我们休息不好 皮肤干燥有关系 也有的可以通过像墙脉冲光 这些激光光电的一些设备也可以解决 另外就是可以经常的做一些皮肤的保养 就像我们打磨皮子一样 你的皮衣皮鞋也要去养护 经常该打磨该上游该保护该补水 就定期的去做一做这种养护 它也会对减少一些细皱纹是有帮助的 当然化妆品也不能太厚也不能太多 要科学合理的化妆品 也对我们的皮肤的健康起到了一定的合乎作用 好 那毛孔粗大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可以做什么医美项目去改善吗 日常的话如何去护理呢 可以的 毛孔粗大的人还是挺多的 因为油太多了 形成了很多的油栓堵在毛孔里面 排泄不出去 那么正常的密油还在排 可是这个管道系统被堵塞了 毛孔的口也被堵住了 那么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倒烧瓶样的一个这样的结构 使里面装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在皮肤镜下可以看到 哇 好多好多的油脂栓子堵在毛孔里面 把毛孔都憋得很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深层结膚 这种深层结膚不是我们想象的 我就是我使劲搓脸 我使劲洗脸 它就能够洗好的 还是要有一些方法 有些治疗的方法 比如我们做一些果酸的一些治疗 就是我们常说的化学患副数 果酸的一个治疗 它酸的情况下 它会溶解一些油脂 另外做一些深层的一些结膚 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些 所谓网红瓷了 小气泡 深层结膚 水氧治疗等等 其实这是有名词的 有任何一个医疗器杰设备都是有名词的 那么我们做一些这样的皮肤的一些清理 深层的清理 我们说口腔科结牙 皮肤科结皮 那么就是对皮肤出了问题以后 我们怎样把问题解决掉 那这个皮肤它就会正常呼吸 能够交换 能够排泌油 排汗 能够吸一些营养成分 或者水分 那么它就这个所谓交通质就通了 那么皮肤就会看起来要好一些 所以毛孔的粗大呢 自己可能处理上比较难 当然我们自己居家的护肤呢 也是能做到一些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控油的一些 洁面乳就洗面奶了 还有一些控油的一个保湿剂 都围着控油来进行 我们的饮食结构也要注意一下了 要少吃点甜食 少吃太荤的东西 大油大肉 另外就太辛辣的 那么这些饮食结构清淡一点的话 密油少一点 再排排油 让皮肤清爽一些 透亮一些 补水喝水 皮肤的喝水喝足了 那么这时候毛孔也会逐渐逐渐的会缩小一些 那么还不够怎么办呢 在正常健康的状况下 已经清理到一定的程度 养护到一定程度以后 我们可以借注意激光来进行收缩毛孔 收缩以后 是不是还能开放 有人问题 是的 如果你不进行正确的一个护肤方式 仍然是大吃大喝 休息不当 熬夜 那么那么他这个毛孔逐渐逐渐还会成大的 所以要注意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作息时间 和这个有序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秩序 那么才能够很多的问题一起来解决这个毛孔的一个问题 好的 那经过杨教授的一系列介绍呢 相信直播间的观众对冬春季换季 以及如何进行皮肤管理呢 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下面的时间呢 大家可以踊跃的留言提问 杨教授将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我们的货台工作人员呢 一直在收集网友们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有网友提问说 市面上有很多的护肤品种类 这些护肤品真的能被皮肤吸收 从而改善皮肤吗 是的 一般的护肤品呢 就起个表面的护肤 它能吸收一部分 但是比较浅 不会到深层的 这个比较简单 好的 那么有的网友说呢 光电类的项目之后啊 就是比如做了皮苗 或者超皮苗 就是立即要打水光阵 也有网友呢 反对 说要等一周之后再打水光 这两种是哪一种是正确的 就是我觉得提这个问题 还是有点挺奇怪的 因为我们做水光也好 做激光也好 是两个不同的项目 两个不同的诉讼要求 那么你像做激光 你做皮苗 是因为你为了解决 面部的这个毁暗 面部的色素沉着 面部有斑点 黑色的斑点 那么水光呢 它也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它毕竟主打的不是退斑 它可以使肤脂变化 肤脂质地提升 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 提升皮肤的营养和补水的问题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这两个项目可以做 可以穿插做 但不要在短的时间内同时去做 说我做完了水光 脸上还都是小皮丘 你怎么打激光 你刚打完激光 脸上还有点小灰加 甚至温度还都没有降下来 你又去做水光 那么两种对皮肤的一个高温热解 一个是机械刺激 两个这个作用点对皮肤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或者是集中短时间内的一个伤害 那么你的皮肤能够承受吗 有网友提问说 我的脸特别干 前段时间去做了水光针 这两天又感觉脸有点干燥 还能再去做吗 这个水光针的间隔时间 有没有什么讲究 做水光是一定有间隔的 不能够连续做 我们知道皮肤前面 我们讲到皮肤的结构 从肌底层到表面角质层到脱落 这个过程叫代谢的过程 皮肤代谢的过程 一般都要28天 那你的皮肤还没有代谢过来 你就频繁的去做 那么会不会使 就是前边我说的肌热现象 会使皮肤过度的作 那么皮肤就会每况愈下 所以我们建议做水光一个月 做一次 好的 有网友提问说 如何判断自己是干皮油皮 还是混合皮呢 这个也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皮肤都是有性质的 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的 那么我们一方面呢 市面上有卖的那种测试纸 包括我们在皮肤的额头鼻部区域 这个叫梯形区 我们可以比如说中午午休 或者是晚上睡觉 脏起来之后 你可以用测试纸测一测 那么摁下去 一会儿呢 揭开以后一看这个皮肤上的 就纸上都油了 那么这就是油性皮肤了 但是最好的科学的方法呢 是到皮肤科去 我们专门有专业的这个皮肤检测仪 来看你的这个皮肤 在医生的这个长期的经验下 也能够判断你的皮肤 是什么样的皮肤 因为多数人的这个皮肤的性质呢 也是和我们的遗传基因 有一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遗传基因来控制 有些人天生立脂 天生的皮肤就很好 有些人的皮肤就是 从爸爸妈妈到孩子 都是大油皮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不用去测 你都知道你是油性皮肤 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皮肤的性质 测测是有帮助的 我们根据皮肤的性质 来选择一些合理的 这个科学的一些护肤方式 你要是干性皮肤 可能需要要重点放在保湿上面 如果说你是油性皮肤 可能重点要放在控油上面 总比自己去盲目的尝试要好 对的 有网友提问说 每次熬夜头上都会长很多痘痘 特别痒 医生说呢 这是属于细菌性毛囊炎 请问杨教授有什么建议吗 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脸上长痘痘 头上也长痘痘 其实不奇怪 头皮和面部都是皮肤 那么你脸上能长痘痘的时候 它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原理 同样的发生机理 它在面部 在头皮也可以出现 头皮上都是毛发 所以毛囊是很多很多的 说发生点毛囊炎 那肯定不奇怪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呵护头皮呢 跟面部一样 要注意面部的头部的清洁 要这个不要过度的去洗头 我们有时候错误的方法 我头上油的不行 我一天要洗两次 每天每天洗 其实熟不知道 这种方式之后 给我们的皮肤带来更多的 油脂的脱失 头皮会更干 甚至是皮肤表面的毛囊表面的 一些皮肤屏障保护机制破坏了 一些过多的一些保护油脂 或者油脂膜 皮脂膜都洗掉了 那么抵抗力会下降 其实更容易发生一些 微生态环境的变化 或者说感染 造成毛囊炎 好的 另一位网友提问说 现在网上都在说 以油养肤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不完全 不完全对 我理解的以油养肤 就说我的皮肤挺好的 有时候油也挺多的 我不买护肤品了 我也不用擦 你说我皮肤干嘛 没关系 我长起来 我脸都不洗 我出油了 我就把这个油就抹开 在脸上 用自己的油 来进行自己的护肤 所以就逐渐逐渐形成的时候 以油养肤 也有一种就是外塞的 我用一些油脂的东西 特别干的时候 因为油的东西呢 我们说 比如凡思琳啊 干油啊 它本身对皮肤上 是有一定的保养作用的 那么这种都叫油 比如说我们有硅油 也叫油 那么用这种油 来使皮肤滋润一些 不要那么过度的干硬 那么所以大家也说 以油养肤 它是两种情况 一种用自身的油 一种用外在的这些油脂东西 好的 另一位网友提问说 杨教授 我家公司的皮肤不太好 总是脱皮 护肤品的效果也不明显 想带他去试试医美 做医美在年龄上有限制吗 这个里边也有点误区 就是你皮肤老脱皮 我觉得还是建议看看医生 是不是皮肤上有问题了 皮肤屏障功能 是不是出了情况了 那么在医生指导下 是不是就能够解决 不一定一出点问题 就要去做医美 医美呢 应该说它没有大的问题 它只是好上加好 美上加美 是这么一个感觉 当然有一些是我们的药物 解决不了的 我们可以交给激光光电 来解决这些问题 像前面我们提到的提拉皮肤 抗衰老 退黑退红 打个什么棕色斑黄鹤斑 那么是光电的问题 但是就说起个皮和皮肤干燥 我个人感觉呢 不一定去做医美吧 医美可能也不一定能够 过多的解决这些问题 做不好 有可能还会加重 还有就是太小的孩子 我们不建议做医美 好的 另一位网友提问说 黄鹤斑现在有好的光电项目 可以治疗吗 因为听说黄鹤斑好像是比较难以治疗 或者是反复 或者更严重 是的 我估计这个网友 自己或者身边的一些朋友们 一定是有黄鹤斑 或者做过很多治疗 所以才能够总结 替我们总结出来说 哎呀 黄鹤斑挺难的 看来是很难去根的 其实黄鹤斑的的确确说实话 是在我们的各种先天性斑制 或者后天性斑制里边 它属于比较难治的一个斑 而且很讨厌 它是不以我们的医生的意志为转移 也不以你这个求美者的意志为转移 想长哪长哪 想多就多 想少就少 所以黄鹤斑是个恼人的黄鹤斑 那么但是黄鹤斑也是有点办法 你只要利用科学的方法 在医生指导下 看一看黄鹤斑的发生原因 黄鹤斑的分析有很多 哪种形是容易治疗的 哪种形是要激光的 哪种形你要注意你身体的一些状况 那么可能多管齐下 可能对黄鹤斑提升它的疗效 是有帮助的 当然激光光电有很多 我这里不便于去推荐某一种激光光电 应该是做医美的这些医护纪人员 都是很懂的 还是在医院正规医院 在医生指导下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 当然我还想补充一下 就是黄鹤斑不能完全依赖于激光光电 我们对于黄鹤斑的治疗来讲 是一揽子计划 就是要有一个综合手段 我们从防晒到护肤到洗脸 到激光光电的治疗 到光电治疗后的一个皮肤的修复 以及再防晒 还有日常的一个居家的护理 还有你的情绪的管理 还有身体健康状况的一个管理 那么这些方面都要去 都是它的原因之一 可能你会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另一位网友提问说 最近皮肤很痒 有时候涂点点服会暂时好很多 但很快又痒了 这种消毒用品可以这样用吗 这个显然是太盲从了 我不知道您用点酒来涂皮肤止痒 是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 那么点酒点服是医用品 是消毒剂 它有杀菌作用 那我们的搔痒并不是杀了菌 什么菌不知道 杀了菌就不痒了吗 前面讲到了有很多的搔痒 是多种原因 非常多的原因引起的 你一次两次杀一杀痛快 可能暂时性的止痒 就跟热水洗脸 烫一烫身上特别搔痒 老年人就用热水头 开开使劲的烫皮肤 那么其实过后带来的麻烦就更多 所以我们不建议用这个酒精点酒等 作为一个皮肤止痒的一个药水 当然有些溶剂 有止痒的成分和药在里边 可能它会加到酒精里头一部分 但这个也是临时的一个止痒 绝对不会是长期的止痒水 用酒精和点酒来进行止痒 还是错误的一个做法 好的 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听说护肤品也要换剂 该怎么换呢 护肤品换剂 有啊 比如说冬季的时候 可能大家觉得紫外线不太大 甚至阴天或者雾买天气 我运不着防晒 但一到开春或者是夏天以后 哎呀 我的防晒季节到了 我就要买很多很多的防晒品 这也是一种换剂 到一到冬天以后 天气寒冷了 风也大 空气特别的干燥 大家都去选择一些补水的方式 含那个保湿因子的一些保湿修护霜去用 还有我们比如说在冬季洗澡之后呢 用一些保湿的一些护肤品啊 来涂抹皮肤 使皮肤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湿不干燥 它就不会搔痒 所以这都属于一个换剂 那么夏天的时候本来皮肤就出汗多 湿漉漉的 可能需要一个清洁 汗多了以后 它一个是容易滋生细菌 一个呢 是汗液里面还有一定的盐分 对皮肤都有点刺激作用 可以用一般的不用太多的沐浴液 去清洗皮肤就可以 当然隔三差五的也可以用一点比较清爽的一些沐浴液 或者说带有止氧作用的一些沐浴液 那么皮肤也会比较好一些 出汗过多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用一些像止汗的东西 比如说类似于像飞子粉啊 这些抛豆就是粉质的东西去把干 去止汗 所以要根据季节 根据皮肤的需求来选择这个护浴皮 好的 感谢杨教授的精彩答疑 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互动 那么直播到现在呢 相信大家对如何进行皮肤管理已经比较清楚了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的直播也渐进尾声了 真希望下次有机会 杨教授还能来我们的直播